《扶貧置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Couch》片語大片 又是我方春明為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今天就講一講一套叫不捨島的電影 Shutter Island 由迪卡比奧做男主角 我想透過這套電影講一講 迪卡比奧在電影中的角色 其實所做的事可以說是 跟看電影的人所做的事可以說是有個類似的 介紹一下電影的內容 這套電影的導演就是馬田史高西斯 其實馬田史高西斯有一排出的作品都被人救命 但是這套電影就是好像2010年的一套電影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有一點回用的狀態 而這套電影就是由他和迪卡比奧應該第四次合作 這套電影的內容說什麼呢 就是說有一個警察 即是迪卡比奧做的警察 警探 就要去一個島上調查一個 關於一個病人突然失蹤的事件 因為很奇怪 那個島就專門有一個禁錮形式 去治理這個精神病患者 基於這個島的地環境 其實是一個海中間 而且有很多守衛在嚴密地監視 根本就不可能突然失蹤 所以就成為了懸案 之後迪卡比奧就和他的同僚 去到島上調查一件事 而很奇怪地發覺到 當然他們去到那時候 開始要去查探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本一個很簡單的調查 就是因為突然之間受著暴風雨的影響 令他們大概要逗留一會兒在島上 而經過一場雨後 他們又發覺到病人突然回來 而迪卡比奧就覺得很奇怪 除此之外也慢慢隨著劇情推進 說到迪卡比奧 來這個島上是有別有用意的 原來知道島上有些奇怪的奸計 說完內容就要說一下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這套電影的迪卡比奧 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影評人去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整套電影如果說他想說什麼 要表達什麼的話 最主要是說迪卡比奧的調查過程 由最開始的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狀態 到最後終於發現了所謂的真相 而這件事跟我們作為一個研究電影的人 和別人的思考過程都一樣 甚至不可以說範疇那麼狹窄 放在偵探和看電影的思考過程之間的相似 其實範疇可以廣闊到任何人的思考過程都類似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首先就是迪卡比奧去到這個島上的調查的時候 他是帶著一個什麼心態的調查 首先他就是不相信島上任何人的說話 或者他是不會確信島上的警衛 甚至負責監管整個精神病院院長的任何一個說話 他會覺得任何說話背後都是隱藏著一些容易 其實這件事是類似於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就會發覺到 一個影像本身除了影像之外 我們始終都是想去觸及到究竟作者的用意是什麼 為什麼說有一個相似性呢 就是如果說人要透過語言去交代一些所隱藏的想法的話 其實導演所做的事就是要透過一些影像去說出他的故事 但是問題就在於我們這個觀眾和迪卡比奧都是一樣 在一個身體結構上是受著這個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起碼我們那個視覺上是不能突然之間超離於現在這一刻的狀態 是可以看著任何一個去懷疑的人的整個生活的境況 當然隨著提案來說 隨著現在的科技發展 那些警察都是這樣可以這樣做 裝一些不禄電視24小時監管著一些犯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究竟怎樣呢 因為我們始終都知道我們的視覺 就是所得出來的資料是不可能完全走開所有的 你所想得到的知識 那是不是就是突然之間這樣呢 我們就要找空捐 就要去洗去另一邊 或者說根本都不可能 不如我們不要去知任何東西 在我想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說一說關於香港現今的所謂影評狀態 近來我也有點好奇去看關於這個 去搜集或者去看一看香港的一些影評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自從網絡的一個流通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開始去嘗試 透過一個網絡渠道去寫自己的文章 就混雜了一些很多的雜質 譬如我可以開名去說 就用一個筆名叫四圍出世的一個人物 專寫一些奇怪的文章 這個人其實應該是很奇怪 寫一些文章完全不是涉及到電影的本身 可能其實他也思考過就是 其實我如果說要完全去觸及電影 即是那套戲的本質的話 是不可能的了 因為那個理由就像我剛才所說 證如迪卡比奴 可能突然之間進入到島後 突然全之地就知道發生了所有事情 所以這個四圍出世就透過寫文 透過自己完全的放肆地任由自己去閱讀 即是說他知道了自己主觀性的限制後 他更加去放肆地去縱容自己主觀的限制 調得更加大 沒有去審視整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樣板 這個四圍出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如果說香港其他所謂的影評 根本就沒有一篇是真是 我這樣說好像有點語氣沉重 但是真是的 很少說是可以提供到關於那篇文章想說那套電影 譬如說如果想說那套電影的話 你會發覺到最終變成一個文人的自己有舒坦 正如四圍出世 突然間寫一寫某套電影 突然間就會 會發出一堆裝置的詩句 不知道想怎樣 好 講回我 即是說完這個四圍出世 之後就進入我所說的內容 其實整個影評要做的事是跟回整個電影的流程去做一種類似的 其實影評的寫作進程和電影的推論進程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說其實如果我們去執著在這個影像的片面性 什麼叫片面性呢 就是如果執著在每個的影像 每個個別的鏡頭 其實我們知道它是不足以等同於整個電影本身的 但我們又不可以突然之間一剎那 轉模式就立即講整套電影整體來說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究竟在兩個極端之間怎樣去取寫得到平衡呢 其實我們正如一個好的電影 它是有一個所謂的高潮起伏 即是說其實電影和寫作都是一樣的 我們是要通過每個所謂比較片面 其實如果說片面其實都不是 因為我們知道要透過每個環節去 通過一步一步的環節去 令到整個你想表達的整體去呈現出來 即是你不可能拍電影一下子就爆整個結局出來 甚至乎你作品的話 你都要跟回你的步驟 一步一步的根據每個環節去呈現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一種呈現 是去得出你想講的概念 而且如果說每個環節是片面 其實都不是因為他們每個環節都是一環 扣著一環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 整個電影和文章應該是一個 一個著重於一個時間性的結構 為什麼說是一個時間性的結構 就是他們每個之間都有一個次序和一個排序 但是每個環節都有一個緊構 所以我們應該要類似於同樣的狀態去嘗試去寫文 或者去看一個電影 或者根本創作電影的人士 應該都是透過類似的方式去呈現自己的劇本 例如我也有讀過類似的電影課程 也遇到很多關於教編劇的一些方法 最主流來說是一種實用性的想法 就是要分三段 每一段之間就要加一些扭框 其實這樣就不是說他 這種表達的方式不夠好 但是似乎不夠深入 他已經是過份抽象 就變成根本沒有什麼內容可言 你說什麼扭框 其實什麼叫扭框 是不是隨便我說 突然之間董建華死了 然後董建華翻山就是一個扭框呢 其實總括來說 正如我剛才所說 要像一個鋪排一樣慢慢由一層一層表現出來 說回那套戲《不捨島》 其實這也正正是說到阿迪卡比奧的狀態 其實他投入那個島裏面的時候 他是一個無知者 他是不相信任何他所見的表象 他總是覺得背後有些真相 但另一方面 他的調查方法又和他的想法有一些抵觸 為什麼呢 因為他譬如說 裡面有第六十四個病人 失蹤了 他得到一些字據 他會發覺到 其實通過一些證據的暗示 其實這個島裏面不止有六十六個病人 還有第六十七個病人 他就偏執地要去問 究竟這個六十七這個符號 是指涉著哪位病人 因為他發覺到 那個精神病院院長一直都跟他說只有六十六個 他覺得這個病院長是不可信的 當然他發覺到 其實到之後 整套戲的尾端就發覺到 其實整個流程就是 根本的真相不在於 第六十七號病人那裡 其實那個只不過是一個環節 而這一環最主要的用處就是 引引這個特加比奧去做另一些事情 其實這件事可以這樣說 跟這個 跟這個 我們任何時候去理解 有些事物都是一樣 雖然我們去閱讀一個電影的時候 其實不單止說 直接去問究竟那個導演 為何要這樣做 即是說 可能我這樣說 又是比較沉嘴 但我都要說 就是 很多時候 很多人我們看這些電影 發覺到 突然間會出現一些污點 他會覺得很奇怪 譬如 譬如 羅威的森林 和我媽媽當 他某一個鏡頭出現了一些奇怪的容易 或者可能突然間 突然間 為何要有鏡頭拍攝某張海報 他就會問 究竟導演透過這個海報 是否指涉某些概念 但其實正如我剛才一開始所說 我們不單止要執著於整個片面的個別環節 其實我們是要整體地去看整套戲 因為整套戲就是一套戲 根本就是一個流程 你是要整體地去看 之後 當然 有些人 譬如四位出世 他發覺到我們的知性是受虧限 所以 我們就是 不可能直接地知道 作者的想法 所以 有些人 當然 可能比四位出世 用了另一個方法去閱讀電影 是怎樣閱讀 就是他會嘗試 將個別的影像 還原成一些技術上的拍攝的形式 即是說 當他遇到譬如 挪威的森林 裡面有一個很長的鏡頭 是 一個奇怪的鏡頭 可能是 畫面所情願就是 看到那個鏡頭 可以很順暢地 由左至右 由右至左 動了大概幾分鐘 他會怎樣去閱讀這個片段 分析成是攝影師怎樣去用什麼器材 以及用什麼方法去拍攝 這個方法似乎很好 因為 是彌補了 我們不知道究竟作者 正想想什麼 但其實 細心一點去想就發覺到 其實這種想法 根本就還停留在 根本已經停留在 作者想法的範疇裡面 因為 作者的想法 以及究竟用什麼器材去拍攝 根本都不是影像所提供的資料 即是怎樣說呢 就是 根本 影像本身 除了沒有直接地給作者想什麼 之外 就是 根本他怎樣拍攝的資料 都沒有給你 根本兩樣東西都是 在一個不可知的範疇裡面 如果你用一個 分類方法的話 反正你都是 接觸到範疇 為何你不可以嘗試去想 這個作者是怎樣去做呢 其實 雖然我們的知性 我們的眼睛結構 不可能達至全知的狀態 但我們的理性 是可以分析 我們的眼睛所得出的數據 即是說 只要 我們繼續嘗試 通過一個時間的流程 去慢慢地去分析 很快都可以知道 整個事件是發生什麼事 正如在不謝島裡的迪卡給我 隨著整個電影的過程 他很快都發覺到 他是清楚發生什麼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當然不再說 讓大家看 因為這部電影其實是挺精彩的 正正是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便可以發覺到 其實我們是可以將 所謂的表象和背後所欣賞的東西 都可以很快地結合去看得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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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暫時就是 今天就先說這麼多 因為好像我都忘記在說 即是你看幻象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 再跟大家見面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什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I Read